你看过手枪荡成冲锋枪用的吗 话说只有单身20年以上的射手 才能打出这样全自动的效果 使出这样的必杀戟 这得有多深的场景 美墨边境贩毒横行 当初的毒贩又干起了偷渡 大批的恐怖分子借助毒贩偷渡到了美国本土进行袭击 美国墨西哥边界德克萨斯州 边境巡逻队在击载热成像画面中 发现了近百名偷渡客 在探照灯下他们无路可逃 只能跪地求饶等待审判 但偏有这样一人 他不服输 想凭借自己九秒百米冲刺的世界纪录 逃脱追捕 但天空不作美悬崖挡住了去了 死也不愿作美国兵的俘虏 口念咒语按下炸弹 周围十几个警察也跟着暴停 另一边 四个神秘男走进了大型商超 没过多长时间 多名人肉炸弹分布引爆 小孩吓得哇哇大哭 一位母亲在角落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他带着女儿想逃出这个地狱之门时却愣住 这次爆炸直接造成了包括两名儿童的数十人伤亡 美国国防部长在发表声明中明确表示 要对恐怖主义赶尽杀绝 按照美国的一贯作风 脏活得有专业的人来干 于是专门为美国干脏活的马特被请到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明确表态 你可以用一切肮脏的手段去解决这些毒枭 政府作备书 但是不能让人知道这是政府的行为 于是马特继续找上了承包商朋友要资源 要了一个幽灵小队两架黑衣 一个攻击无人机以及通讯设备 马特对一个索马里海盗逼供 方法简单粗暴 就是给海盗看自己的兄弟和家里的别墅被炸成碎片 接着又把导弹瞄准了家人的房车 如果再不招供 可以陪着他炸一整天 反正你的家人多而我的导弹也多 海盗实在是顶不住灭霸刷这么多火箭给他 便承认了这些恐怖分子是通过偷渡的方式进入美国 而这些偷渡的渠道则掌握在墨西哥当地毒贩的手段 知道来龙去脉后 马特找到了杀手亚风 在第一季中我们提到 亚风是个律师 因为替被雷耶斯杀掉的人的家人辩护 导致自己家人也被杀了 这是马特只想让他加入队伍 顺便找卡洛斯雷耶斯报仇 一听要搞毒枭啥也不要直接上阵 第一个目标就是去杀马塔莫罗斯集团的入室 把自己伪装成雷加的杀手 看到这手法就知道 亚风对毒贩是真的恨之入骨 第二个目标是绑架雷加的女儿 这伙人不仅供款高消费住五星级酒店 临走时还把酒店的香剥和肥皂给全部顺走 资本主义贪婪的本质斩目无影 准备就续开始行动 就在大小姐发现无法联网时 保镖发现了异常 准备加大油门冲出这片区域时 绑走了雷尼 把保镖拴在了车门上 放出了一句话 这是要故意挑起雷马两家的矛盾 做收鱼网之力 雷女送到郊区的一个安全屋里关了几人 接着他们又进行一个骚操作 因为大小姐一路都带着头套 不知绑匪身份 亚风几人又立刻花了一身 上演了一场解救人质的反恐大戏 一脸懵逼的大小姐以为自己被救出 但她不知道这其实是为了确保雷马两家能打起来 故意把自己扔给墨西哥军警 再让他们玩狼人杀 等两败俱伤时 他们在一网打尽 可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 负责护送车队的警察们早已被雷家收买 接下来好戏就要上场了 三辆军板防弹汉马 七辆墨西哥警方支援护送车 这样的阵容只为护送一个毒枭的女儿到墨西哥边境 空中飞来一架挂弹的安Q副9 照道理这样牛逼的阵容不会出什么岔子 车队行驶半英里后 从水泥路到了泥土 普通汉马军车没什么密封性 车里刮起了沙尘暴 这时马特看到前方墨西哥警察 竟然调转180度枪口对准自己 均用M80弹的高密射击 防弹玻璃还能完美放弹 侧面的支援队伍被两枚地狱虎直接炸弃 马特迅速下车分散并逐渐包围前方的警方车辆 雷女精神崩溃 看到车外激烈的交火 再也坐不住了 子弹就在身边滑落 吓得从车底趁乱逃走 短暂的交火之后 前面的黑警被消灭殆警 就在他们做扫尾工作时 突然后方传来其他警察的呼救声 前面的警察没有一个是豪鸟 后面的警察也不确定是否被毒枭汇 双方开始对峙起来 这是一名警察没沉住气力马开火 打中了低配的戈登弗利曼 这个行为坑死了所有队 数秒内就被全部干缝 看到倒下的戈登弗利曼并未大碍 维赛板子黑鹰背心 竟然挡住了一发5.56的子弹 距离5公里有警车从南面向他们接近中 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上车后马特发现雷家大小姐不在车内 亚丰自告奋勇前去寻找 马特则带着车队回到基地接受新的命令 上级领导得知他们和墨西哥警方发生冲突 并消灭了整支墨西哥的警队 认为本来是黑帮打架的事件 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冲突 国防部长下令立刻叫停任务 为了已决后患 国防部长还命令女上级要将两人全部除掉 马特已经无言以对了 毕竟亚丰是自己请出来的线人 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他也只好接受 给亚丰打个电话提前说明了情况 美国政客的这套把西亚丰早已习惯 为了活命 亚丰带着雷女伪装成偷渡者 试图偷渡到美国去 马特这边发现了雷女激活的信号源 亲自带队找到这对假扮的妇女俩 要杀他们灭口 两架UH60配音贴地连着两辆汽车 这群叛逆少年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有黑鹰战机拦截自己 其中一架横在马路中间拦骑去目 空中一架对准驾驶员直接放火 随后马特带着突击队员走下飞机 没有任何警告 见人就杀 坐在车内的马仔还想拿雷女做人质 二话没说就被击毙 对于手无寸铁的蝴获仔 也毫不留情全部屠杀 将毒贩女儿带回美国并执行证人保护程序 是马特作对的政治决定 是什么事情让马特如此愤怒地 要将这些人赶紧杀绝 这还得从前一天晚上说起 亚丰带着雷女找到一个专门帮人偷渡的团伙 但不幸的是 这群团伙正是毒贩马家的首相 一个叛逆少年认出了亚风 就在几天前 在美国发生了点摩擦 两人就对上了眼 雷家大小姐还有用处 但是这个老头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打晕之后蒙上布袋风尚胶布 带到了郊区的一片荒野上 为了给这些新加入的孩子练胆 老大把枪帝给了第一个孩子 但是犹豫半天也下不了手 老大看他没用 直接一枪爆了他的手 接着他把枪交给第二个孩子 这个孩子毫不犹豫地拿过枪 走到亚风的面前 他看着这个在地上不断挣扎的人 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开枪击中了亚风的马特 这一切都被马特通过远程无人击 看得清清楚楚 本来此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了他和雷女 不忍心出手的他正好有人帮他了结此事 没想到的是 一代萧雄死在了一个小屁孩的手上 结果这一刻 老爹积压已久的愤怒似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指挥两架全副武装的直升机将这些毒贩全部击备 但是在此之前 叛逆少年半路跳车 不仅洗了白 还救了自己一命 太阳照在沙漠上 本该弃绝身亡的亚风在一片血泊之中突然挣扎了几下 原来那个叛逆少年的一枪只是击穿了他的领夹 深吸几口气 移动到另外一个尸体边 用他的皮带扣解开手上的束缚 被马特歼灭的车队还在原地 亚风收集了一下武器 开着破车继续逃亡 这是迎面来的一车小卡拉 亚风冷静地拿出手没把吊拉帅 虽然伤痕累累 但对着这些卡拉们还是绰绰有 最终脸部做了激光整形手术的亚风见到了叛逆少年 这时的他已经成了炸鸡殿堂霸 身上贴话的小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当亚风关上门的一刻 小孩已经被吓得身体僵硬 说不出一句话 这句话为第三部边境杀手埋下了狐独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